從他一開始第一步都會先 幫他們整理門口的鞋子 因為進來第一個看到的是門口 所以會把鞋子的部分先把它整理乾淨 家的門面鞋子白整齊是清潔第一步 小套房先從大面積下手 鋪好床折衣服騰出空間來 出桌堆的垃圾一次收乾淨 趕快在年底前找清潔公司幫忙整理 畢竟快過年想卡位已經沒得預約 11月下旬到過年前一天 1月20訂單早就滿了 所以我們12月開始 所有接的單都是跟客戶說抱歉的 可能疫情後想居家大換心 比往年提早半個月接滿訂單 但忘記人力吃緊工資又漲 加上後財費增加 接一單至少漲100到200元 不得不調整價格 做大掃除人力就是比較辛苦一點 它的配一定也是高 暫時性的要到明年的下 明年大概7月1號開始才會調升這些費用 像是大掃除4小時 平日2000元假日2200 明年下半年漲價200元 其他間清潔公司也撐不住 原本一位清潔員 近時收費600元 包月一人4萬5 明年元旦換新約等於過年前先調漲 現階段員工難招聘 花高薪當誘因 工具也算高單價支出 春節打掃不得不調高價格來負擔成本壓力 TVBS新聞新聞的黃晉瑩TV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來做一的 我們可以幫儀